請到法洛斯教授來跟我們講一下保鮮的研究 現在在台灣做保鮮的研究越來越少了 所以能看到這些研究非常高興 法洛斯教授他是聖筆德堡 由了大學然後再到美國的U-Paint 聽說大學一統去拿到博士 現在在上海的富蘭大學也是右院任教 他比較熟悉的是做保鮮在蘇州 大概是長州這些地方 長州州地區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 在歷史方面他也做了很好的一些考證 所以我們今天來聽聽看他今天跟我們講的這個題目 明代的黃公里的保鮮 首先要談謝謝林教授 邀請我這次在更大演講 所以我很開心有這種機會 給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最近這幾年 關注的一個研究的這個題目 那我講大概一個小時左右吧 是嗎 然後對個問題 對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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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講的這個題目 其實我關注的時間已經很長 就從讀博士那個階段開始 我一直收集這些資料 然後也思考有關的問題 但是另一方面 這個題目還是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相關的資料還是比較少 所以說實話 我覺得我還沒有找到足夠的資料 能很好的交代這個比較大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是有關這個保鮮這些文獻 本身的性質 和它的社會的背景 特別是最早發展的階段 那對保鮮是也許有同學不太清楚 保鮮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種講唱文學的文本 它跟明星時期中教信仰發展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保鮮文學的歷史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這也是我的分類 我的分類跟前輩學者有點不一樣 分為早期的保鮮 早期的保鮮是十四到十五歲級的東西 主要是宣傳佛教的教義 然後中期的保鮮是六到十八世紀 大部分是所謂民間教派 民間秘密宗教的經典 還有晚期的保鮮 十九到二十世紀 他們主要講述各種的傳說故事 反正今天我一直講 早期和中期的保鮮 潮寫和看客的一些問題 那這種保鮮 他們一定是跟婦女 在家庭性中 資助有關系的 因為實際上這些木刻本 一般是非常漂亮的 在其他的中國所謂的文學 文本 我們看不到這麼漂亮的版本 所以我一直 關注到這個問題 到底 什麼人 資助 保鮮的這個製造 然後慢慢的我發現實際上 這個跟皇宮裡的一些人物 主要是後宮 有關系的 還有一些王宮會主也會參與的 這些人物 他們 一般是讀信佛教或一些民間教派 所以他們會支持各種教主神職的活動 其中也包括保鮮等等的製造 所以我的報告 通過其部現存的保鮮文本的信息和相關的資料研究 希望就是能探討 解釋保鮮傳入宮廷的歷史 主要是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重新評價早期的保鮮文學形式 發展歷史和這種文獻的本質 第二是分析保鮮當時在皇宮和貴族家庭內的功能 這個 跟宮廷有關的保鮮 實際上很早就出現了 大部分學者同意現在存在的最早的 我們所能看到最早的保鮮版本 就是宮廷的東西 那這個保鮮有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存在中國國家圖書館 它原來有鄭真朵先生收藏的 這個保鮮的全名是 木蓮就是我們處理地獄 升天保鮮 然後它有個簡稱叫木蓮保鮮 但是因為木蓮保鮮是很多的 所以這個要注意到晚期的木蓮保鮮 跟這個早期的草本內容完全不一樣 然後這個保鮮它是產品 它很不全 就是保存了一部分 並且有更全的一個草本 我等一下會講到 另一個草本 我們對比我們就知道 大概是一個半側 它後面 但是它前面的部分沒有保存 只有最後一側 然後那邊 我們轉落 有這個 尾托的像 就是今天的這個演講 那個公告上面 就放了這個圖像 然後後面還有個龍牌 這個龍牌 你們看 可能覺得上面沒有文字 什麼 看不清楚 看不出來 但是實際上 實際上 有一個很有趣的提及 因為它是用金色的 一個字寫的 所以它淡掉了 真的看不清楚 但是我 當時一定有中國學者解讀 並且因為我自己看過這個草本 能確認出上面的文字 就是說 它是西彥光三年的 有一個佛教弟子 拖拖 然後這個寶卷真的很神秘 為什麼呢 因為學長有這個文字 但是很難確認 這個 自助的人 到底是誰 有一位日本學者 眼睛這個寶卷 他認為 這個拖拖 這裡是個 當時很有名的 元代的那個圈像 這個大家懂得 是很有名的歷史 但是這樣的話 它這個年代 不符合這個事實 為什麼呢 因為 它到了宣光 宣光那個年號 你們可能沒這麼聽說過 這是北元 北元的年號 就是當時那個 朱元昌已經建立了明朝 已經呢 佔領那個 大都元大土 但是當時 元朝的那個 皇帝他 跑回去那個 外門 現在的外門 然後他 出世之後 他的太子 就做了 做了元 大皇帝 這個政權 就叫為元 然後他的年號 就是 宣光 所以 這個 這個 日本學者 他認為 這裡可能 我們 解讀錯了 實際上 不是宣光 而是治元 但是 因為我自己看過這個朝本 我能確定 還是 上面寫的是宣光 所以本來的這個 寫都 應該是對的 這樣的話 脫脫不可能是個 元朝的城鄉 但是 脫脫 這種 性 當時 非常的 普遍 我們如果看 原始 其他相關的實料 能發現 有 好幾個 不同的脫脫 不同 時代 所以 只有他的 性 能夠 很難確認 對 這個人到底是誰 但是他一定是跟宮廷有關係 因為有 有這樣的 此理 是吧 但是 這個 寶券的那個 抄斜的 地方 在哪裡 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目前所見的 有這個 宣光年號的文本 基本是有兩個地方 會有這樣的年號 第一個是 高麗 朝鮮 第二個 又是雲南 但是這個保障 那些地方 這個很難說 所以 我當時 讀博士的時候 因為我的博士題目 是那個 木連 就五個故事 在寶券的 之中 演變 過程 當時 我還是懷疑 這個 橋本 是不是真的 會不會是 後來做假的呢 但是後來 因為 發現了 俄羅斯 也收藏 類似的橋本 比那個 整整朵 收集的橋本 年代 稍微晚一點 但是 形式非常的像 它 那個也是 殘本 這個 這個橋本 來歷也不太 清楚 因為它本來是私人收藏 現在有一個 大的購物館 就是那個 Armitage 他們購買了 但是 那個 收藏的 那個 那個 那個人 原來 他是很有名的 俄羅斯的 文曲學者 但是 他 對中國的文曲 完全不了解 他是因為 這是珍貴的橋本 所以他當時 購買 但是 他什麼時候 到俄羅斯 通過 什麼 圖定到俄羅斯 這個我們現在 沒法考證 這個版本 不選 但是 還是 大部分 那個文字 是保存了 它 現在 有 有三側 本來是四側 有第一側 第三側 和第四側 它是大明正鋒五年 一個 黃飛 新疆的 境線 它 獻給什麼地方 這也是一個問題 我現在 沒法 沒法 回答 是嗎 但是 這個 這個橋本 我覺得 他們證明 這個 後宮的 黃飛 和寶卷橋本 之早 有關係 這一定是跟 當時的那些 宮女佛教信仰 有關係 這位黃飛 有關的資料 我目前也查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實際上 明朝的那些黃飛資料 還是比較有限的 並且 黃飛很多 所以 不可能 每一個 投入 每一個 證實 包括奢路 這種資料 可是呢 我們 就知道 當時的 不少 宮女 是 佛教信仰 其中 比較重要的 皇后 包括 雄孝 皇后 和 孝共 皇后 他們是宣得 政衡 非常重要的 政治人 他們 實際上 有資助很多 佛教的 佛像 佛經的製造 所以 這個 背景 產生了 這個 保證的 抄本 這個 並不奇怪 它是非常漂亮的 一個抄本 它是一個 金禎本 它 大小 也 不小 但是 也不是很大 然後 最有趣的地方 它有很多 彩色的抄圖 這種 彩色的抄圖本 是非常少見的 如果我們是看 後面的這個 保證 發展的 歷史 很少有 有彩色的抄圖本 而 前面 它這個 有 大佛說法 這個 實際上是很典型的 但是明顯能看出來 它是 模仿佛晶的 那個 裝飾 什麼佛晶的 插筒 道晶 實際上也有類似的 插筒 但是 彩色的 它是比較少見的 甚至在 當時的 那個 皇家的佛晶 然後 還有一個 有趣的地方 它 也有著 所謂的 龍海 那 龍海 就是有一些 吉祥的詞語 主要是 祝 皇帝的萬年獸 這種 格式 這種 裝飾 這個是 在 當時的 佛經 道經 很常見的 所以 這裡能證明 當時的 那些 寶傳 應該是 雜入 佛教和 道教的 這些 經典 誰製造 這個 草本 沒有 這個 畫家 和 書法家的 名字 寄在 裡面 所以 這個也 沒法知道 但是 這裡 我就給你們 看 一些 當時的 明代 宮廷 佛教的 草本 很 很 明顯的人 看出來 實際上 這個 木廉寶傳的 草本 比較 符合 當時的 這些 經典的 風格 例如說 這裡 是一個 這個 法界 金剛 巨金 也是 很少量的 一個 草本 然後 這是 鑽得 三年的 草本 比 這個 木廉寶傳 稍微 早 一點 然後 這裡 看到 這些 色彩 還有 這些 龍牌 的 形式 還是蠻 相似 龍牌 上面 我 寫了 那些 字 你們 有人 見過 這個 草本 沒有 你們知道 哪裏 呢 就 就 藏在台灣 這是台灣 那個 物工 那邊 藏的東西 我還沒有看全本 還是聽說 我現在也可以看到全本 但是 這裡 有個特點 它是藏傳 佛教的經典 所以 這些 佛像 還是跟 墓園的這個 不太一樣 對 這是 它的 立體 一個部分 但是 實際上 如果看 這個 書法 的 形式 還有 看 圖像的風格 我覺得是非常 相似的 接下來 我還 給你們看 一些 對照 一下 但是 這些 書法 是有 這個 我們知道 是很有名的 當時 明初的書法家 聽說 長寫的 然後 另外 有 所謂的 這個 黎晶 鞋本 也是 同時期的 內服的 內服的 抄本 大保 幾經 宣德三年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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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本也 唱在 台灣的 然後 這個 我們能看 它也是 從 這個 佛說法 開始 這個 跟寶段 還是蠻相似的 然後 也有 這種 這種 不同 形式的 上面 有兩個 字 詞 但是 裡面 有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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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段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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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里面也有很多插图,并且这个插图有修士的特征,就是Narrative。 当然,很多是有关,因为牧连学,地狱,地狱,地狱,这个故事当然是很有名的。 所以很多插图是有关他在地狱的经验。 因为这两个插图,一部分是重复的,所以可以对比,那我们就能看到,他们两个内容和分割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基本上是不同年代同一作品的插图。 例如说,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插图是牧连,牧连从地狱进出她母亲之后,她母亲,因为她的业障还没有消失,所以她转世为狗。 所以牧连去找那个狗,在一个店那边找到了。 那这个图像是1440年,1440年插图的插图。 这个图像是1373年的插图。 这个宝卷的插图的特点是这个文字的部分跟虚实性的图像。 这种形式在宝卷的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那为了解释一下这个宝卷的文字结构,我只列出其中一段文字。 那这每一段文字,它是从散文开始。 然后散文是有修式的一形式。 然后后面有不同形式的诗文。 主要是重复那个散文的内容。 然后这些插图,这些插图,它们都是出现在相关的这个文字阶段前面。 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在后面。 我会讲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些早期的木帘宝卷抄本。 它跟后宫的品种和佛教的信仰、教化和娱乐活动有关系。 这些特征,它们表现在宝卷内容和形式不同的方面。 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内容的部分,我们就很明显地看到, 它涉及到女性的被救度和进化的过程。 这个题目实际上比较适合女性听众。 并且这个宝卷里面讲到雪狐大会。 但这个雪狐寺养是中国特殊的一种本土的佛教信仰。 所以原来,木帘宝卷的故事跟余兰盘大会有关系。 如果我们看那个唐武代那些东黄, 从苏文学的創作品。 没有一点我们还看不到雪狐有关的信仰。 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到了元明时期,这个雪狐寻, 它已经是变得很流行。 在社会图头,不同阶层都出现。 这里有明代的一些笔记小说, 能证明它的普遍性。 但是,我认证明。 木帘宝卷提到这个雪狐, 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个一关需要特殊的一个仪式。 现在在中国一些地方, 也认为民间还是专门去办这个雪狐舞的复会。 然后,用特殊的仪式, 代表那个打破雪狐舞的过程。 然后,又拯救母性王国的意思。 在台灣也有不同的神職組,有道教形式,有佛教的形式。 另外這個寶箭也有女神的信仰,其中有一張圖, 描繪除天母,天母迎接木蓮木青,柳青體身天。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是代表她跟女性的信仰關係。 可惜的是,我們基本沒有當時有關寶箭相創的歷史, 但是如果我們找一些玩意的資料,明末的筆記小說, 經常提到寶卷的講唱,並且當時的寶卷聽眾主要是女性。 其中很有名的是,今天每次話裡面的有關寶卷講唱的描述。 這些應該說是最詳細的。 所以參張這些資料,我們可以推測。 實際上聽眾,並還是女性。 而這個寶卷講的寶卷講的形式很特殊。 所以我覺得它也代表很特別的這種抄本的功能。 我的看法是有幾種功能。 因為大家都知道寶卷主要是用在講唱。 實際上裡面,這個寶卷裡面也提到寶卷的講唱。 例如說,這個1440年和朝本的那個第一冊的開篇的這個部分。 它就講到這個道朝的那些信眾。 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對這些先要念心經,然後才開這個證文。 這個證文。它叫做白文卷。 就是白話文。 我覺得這個詞語也非常有趣。 然後大眾就是要前程、起身、合夥。 這樣就有功德。 然後這裡描述了這個形式。 可以看到到現在,在中國的這個寶卷講唱還寶卒。 因為他們也會,一開始他們先要念一些佛經。 特別是那個心經大悲咒之類的,是很重要的。 後來才開始講這個故事性的寶卷。 然後和佛這個形式。 是寶卷特殊演唱的形式。 因為這些女性群眾,他們要接著主要的這個宣卷人念佛號。 這就叫和佛。 但是另一方面,這個寶卷也是通過這個抄本的形式來流通。 抄本也有相關的文字。 並且這個製造這個抄本也是一種功德。 然後這樣能抄渡。 所以這就是要一種功德。 所以我認為這個抄本, 它就是一種功德。 它就是像沐沙一樣。 能超度自己的母型。 然後通過這個抄本的流通, 很不斷地演唱。 這些信徒的祖先也要升天。 所以我覺得這個超版,它一方面能做延長的底版,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做一種讀物,就是reading material,然後其中針對的那個對象,應該還是女性和孩子類主。 這些插頭的部分也是一些讀者和閱讀的功能,因為這樣第一,它可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另一方面,通過看圖,那些女性也可以更好了解那個文字的內容, 因為很多女性還是認識幾乎,但是挺不變的社會的現象。 這個已經有有學者做研究一代的女性,她們的這個理解的問題這個也沒有很有趣,但是今天沒有時間很多講。 但是實際上另一方面,這些插頭,它是演習很古老的這個佛教圖像的傳統。 因為這些木蓮故事的頭像也可以追溯到它五代的時期。 在敦煌的那個墨高窟裡面有沒有木蓮頭像? 沒有,好像沒有,反正我們現在還沒找到。 但是,敦煌的那個墨高窟那邊發現的辯文是很有名的,有辯文,有講經文,有很多種文等都提到木蓮的故事。 對,所以這個也是比較早的那個墨高窟的那個墨高窟版本是沒有發現的。 但是壁畫裡好像沒有這個反應。 但是,附近的那個墨高窟有基本是同時代的壁畫,是描繪出木蓮舊的故事。 另外有一個木刻本,這是宋代的一個維經。 基本上應該說是在這個常態辯論基礎上編寫的佛記,叫佛說木蓮祖木經。 這個版本原來應該是南宋的版本。 但是在中國沒有保存,它流傳到日本,然後在日本是重印的。 所以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是日本的重印本。 它的形式很特殊,因為它有上乎下文的這種形式。 這個我們在隱形小說那邊的戲曲找到的。 但是這個文本,它的那個社會背景明顯的跟,它的內容是跟那個木蓮寶卷,就是宮廷的那個木蓮寶卷是非常相似。 但是它的形式明顯的能證明,它那個社會的背景還是比那個漂亮的那個紅蓮寶卷低的很多。 但是應該是代表比較通俗的傳統。 所以現在我的看法是,這個寶卷它產生的這個社會階層應該不是特別好的。 但是它們流入到宮廷,受到那些宮廷和太監的重視。 所以現在出現的那些早期,最早的寶卷,最早的寶卷, 就是非常是宮廷的東西。 我只能看到這些宮廷的東西。 有關這個寶卷的用途,我們也可以參照 有關這個寶卷的女性教育和娛樂的世界。 因為這種文字和圖像的結合的形式, 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的普遍。 而且在宮廷也從早就出現。 例如說,這幅圖應該大家都熟悉的, 是嗎? 這是中國的那個繪畫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個寶卷。 就是不開始的那個女生珍珠。 但是它這個形式實際上跟這個《牧連寶卷》的那個抄本相似。 因為有一段文字也有插圖。 是嗎? 然後我們也知道後來的, 後期的在宮廷一直流傳這種寶卷的文學作品。 這是從漢朝開始,一直到明代。 在《牧連寶卷》這個有不少的歷史記載。 然後像《牧連寶卷》的那個禅書啊。 還有各種的那些畫冊。 這都有不少的歷史記載。 《牧連寶卷》的這個故事經常做全山的文學內容。 畢竟這個文學有不同的味道。 這是《牧連寶卷》的《牧連寶卷》。 這是《牧連寶卷》的《牧連寶卷》。 是一個文人改編並間表演的《牧連寶卷》。 這個《牧連寶卷》。 這個《牧連寶卷》是很有名的。 但是它有什麼樣的背景? 現在有美國學者做專門研究。 他認為這個是跟商人文化有關系的。 就是專門在這個當地的那些灰寶。 做了女性的一個詮善的內容。 然後這個也有很漂亮的這些《牧連寶卷》。 這個寫錯了。 這是周少良所藏的那個《牧連寶卷》。 16世紀初,寶卷也是通過《牧連寶卷》的形式在《牧連寶卷》。 《牧連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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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設例很重要, 因為它應該是產生于南宋。 但是到了明代, 流傳的很廣泛。 這個有證據, 因為我們如果看《金賓美子 BC》 那個小說裡面, 有一個場景就是《彌古瑶》 念诵《金刚经科语》和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形式跟后期的宝卷的形式非常像,所以有不少学者他认为《金刚经科语》是最早的宝卷,后来也经常被称为宝卷。 然后这个课本它是由两位太监子出的,而且它后面有非常有趣的一个提及,它里面提到这个一共印了多少个课本,其中提到了16部作品,也不少宝卷, 这里有一些宝卷名称是符合现存的宝卷的书目,所以我们知道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文献。 但是其中一些现在已经找不到的,例如说这个梅纳卷,白熊卷,还有诗诗卷,这应该一定是诗诗的作品。 但是,其中提到牧连卷,应该是跟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明初的牧连宝卷抄本有关系。 然后,像这种昭阳,王文卷,香山卷,黄树卷,它们都是在后期的那个宝卷,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故事性的宝卷。 所以这个资料是非常正规,因为它能证明,当时已经有不少宝卷流传在宝卷。 明代太监和佛教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有一天有不少学者研究太监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宗教活动。 他们参与这个课经,因为明代公平里有专门看课这个经典的地方,叫内经厂。 其中就包括那个汉经厂和湾经厂。 然后,这里是我找到的一个明代太监,叫刘瑞宇,桌中志里面提到的太监和佛教有关的活动。 他们不只是看课这些东西,也不只是监督那个佛教的寺院的建筑。 他们自己也参加这个佛教的法式。 当然,这个文献是比较晚的。 文献是描述16世纪末的情况。 16世纪初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很难说,因为有时候资料还是很有限的。 但是我们可以参照后期的资料。 我们的那些现在所能看到的东西比较一下。 还是能证明这个佛教信仰有一定的连续性。 然后当时那些宫女也要参加。 有关这个,对,所以这个当时的那些宝券应该是说,应该说是公平的太监的佛教信仰。 所以我们会讲一个部分。 刚才那个题题上面有香山宝卷。 香山宝卷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通俗的经典。 它讲述什么故事呢? 有没有知道吗? 香山宝卷里面讲的故事是什么? 是观音菩萨的每个女像。 庙山宝卷里面讲的故事。 这个宝券早期的版本没有保存下来。 但是有个很有趣的证据能证明当时这个宝券流传在公平。 并且对当时那个太监和宫女的文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这是北京那边大卫寺大卫典的壁画题材。 大卫寺大卫寺是个北京相当有名的一个佛寺。 因为它是一个从北京的中心到西山路上一个重要的经典。 现在只保存大卫寺大卫寺的大卫寺。 本来那个寺很大。 那个保存庙上公主屋的地画。 这个宝券是由当时明代太监。 这个太监叫张雄。 他相当有名的。 因为他做了那个司理间的主任。 有关张雄的资料虽然不多, 但是还是能证明他当时有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 然后他也受到这个皇帝的期待。 因为这些我就没有时间我就不多说了。 我给你们看那个大卫寺壁画。 那个大卫寺壁画。 很详细地要绘出庙山公主和道的故事。 但是没有体系。 所以很长时间中国学长没有解读里面的内容。 对。 并且他这个大卫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基本布局。 这个壁画前面还放了非常大的雕像。 那些雕像是观音。 它是故众的像。 这些也是比较特殊的佛教的塑像。 因为它应该也属于密宗的部分。 有相关的一些科医呢。 那一边就提到就是二十八部状。 比较少见。 在佛教艺术实验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这个壁画现在看到的很不方便。 因为它被那些雕像挡住了。 原来有几位中国学者他们用了早期的这个庙山公主故事的版本来揭示这些壁画的内容。 那是管道山牛尼的一个人是吗? 他所编撰的观音是大传。 但是我的看法是它这个文献基础并不是这个观音大师传。 而是香山宝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对照的这些壁画情节跟后期的那个香山宝卷的版本, 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大的相似性。 我刚才已经说了明代的那个香山宝卷版本没有保存下来。 很长时间学者认为现存最早的香山宝卷版本是1773年。 就是允千龙年间在杭州勘课的一个木课本。 但是最近发现了河内收藏的这个香山宝卷的重刊本。 我看法是它是明代的一个版本。 虽然它重刊的时间比较晚。 但是如果我们看它的形式和内容跟那个杭州的版本比较起来, 就能看到它实际上是早期的作品。 这一本版本我有专门的一篇文章。 因为就做了对两个版本进行了对照。 然后我的基本看法是它是明代的东西。 它后面的这个提及也很有趣。 因为这里印出它原来坎坷的地方是在南京。 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是重刊本。 所以它实际上应该坎坷的比较早。 对,那那个我就不多说了。 我刚才给李教授的那个文章里面 是比较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那些那些情节比较符合宝传的内容。 而在更早的这个妙传故事版本是根本没有的。 对,比如说她那个妙传公主在白雪寺的这个经验。 她得到了神灵的那个帮助。 另外还有很多这个地画里面有不少妙传由地狱的情节。 实际上这个由地狱的情节它应该受到这个墓廉旧物故事的影响。 反正很多宝圈里面都描述这个地狱的情节。 并且有这个游圈山的这个超度的那个亡魂的功能。 像山导圈也是,它增加了很多有关地狱的情节。 并且它们都表现在大灰寺的地方。 例如说这个那个王四城的那个图像。 对,这里我们就看到它被两相挡住了。 另外是奈何角。奈何角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情节。 所以它最早就出现在香山导圈里面。 然后这是我那个外庙的奈何桥的图像。 另外也有一些资料证据能证明当时香山导圈在宫廷里流传。 那是所谓无故路测。 罗金的所谓。 按照那个无为教的说法是罗金组织。 编撰的经典。 它里面也提到香山导圈。 对,我觉得这个壁画的那个太监资助。 这个佛寺的建设。 并且它们那边出现了香山导圈的这个题材的壁画。 这不是偶然的。 这个我不多讲了。 但是明代的那个历史上有相关的记载。 就是张兄他跟他父亲有个矛盾。 然后我的看法是这个妙善公主的故事。 它这个意义是解决他们家庭内的矛盾。 能通过这个自主佛教的寺院。 但是太监希望超度自己的家人。 并且妙善公主这个故事也涉及到 要捐自己的那个眼和手的心结。 这个也很太监的这个生活能想结合。 对,那时间不多了。 后来我就要提到一下那个关系的发展。 这个部分我只有英文的PPT。 我昨天还来不及翻译成中文。 但是简单的就给你们讲一下。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洛西的这个《五五六册》的刊登。 实际上有一个传说。 他也得到了皇庭的支持和支持。 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 因为有关的基本没有相关的史料。 最早的记载也是《五维教》的房券。 就是《三祖新教医》的房券。 所以这个很难证明。 最近欧洲的一个汉学家田海出了一本书。 是讲到那个《五维教》的历史。 他很怀疑这个说法。 但是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可能的。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有更早的房券。 是有那些工庭人物资助的。 后面也有。 是有更早的。 这是这个《五维教》最早的那个正德年间的版本。 我还没有看到。 但是好像日本那边存了一刻。 没有引译。 但是实际上。 后期的这个《五维教》的版本也做得蛮漂亮。 天花旅。 所以它一度有上层社会的人士的追注。 这是台湾一个私人收藏的。 我们不用错。 十六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了所谓民间的那个教派宝券。 其中比较早的一个版本是这个《九连正心》《归真还乡宝传》。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它里面提到《五神老母》。 在《罗亲经典》里面还没有明显的那个《五神老母》的信仰。 但是到了这个家境年间, 已经有《五神老母》的版本。 这是原来《五小林》老师收藏的那个很早的。 就是《一五二三年》的那个《六神老母》。 有趣的是,它前面那个图像是真武的像。 所以这个一定得受到道教经典《六神老母》的这个影响。 对,这里有个年代。 主要的是,这些教派宝券也出现在明代宫庭里。 我就只举一个例子。 比较早的版本。 是《药师本院登德宝券》版本。 它本来是有人生多收藏。 所以现在也是在《北京》里面的播放。 这个木刻本也有彩色的插头。 然后里面的题记非常有趣。 这是题记的这个照片。 这是这里的这个文字。 所以按照这个题记,我们可以知道。 当时有一个公匪叫德匪张氏。 他跟五个公主专了披荆。 专门制造佛像。 一共有三十三座。 还开吓了经典。 有趣的是,其中有一个宝卷。 实际上到后面还附佛明经。 虽然说是比较主流佛教的经典。 但是另外,他们还印造了《王领万经》和《徒帝经》。 所以这里我们能看出他们的这个信仰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文化非常复杂。 也有道教的印象。 实际上也有很多是这种民间信仰尤其的神。 那这里还很有趣。 他们这里还写出自己的愿望。 其中一个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传统的这种。 传统的这种。 传统社会的女性。 最重要的成就。 是什么样的? 要做什么? 生孩子。 对。 这里有这样的文字。 他这个愿望有没有实现? 应该没有。 因为涨得飞的资料是非常少的,他好像没有省光子 但是这个在明代实物上可以查到他的名字 前面有很漂亮的查图,他们的风格也是演习当时明初时代的火金宝卷的查本 实际上当时也有不少道经,因为家境黄利他比较重视道教 然后那个时候在宫廷也流传很漂亮的道教的这些也是道经的查图本 但是他前面提到的这些画图 有一位加拿大的学者欧大念,他认为他这里指的是前面的这些查图 明显的不是,因为这些查图它是另一个内容 是这个佛教的理念和创传的内容 但是前面提到的都是神像,并且这些神也很复杂 因为他除了那个比较主流的佛教的东西 包括那个什么灵山会啊,这个应该是净土的图像 还有斗女,还有三皇圣族,南北斗等圣像,就是道宗 所以这些画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应该是跟水路画类似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这个跟宝卷有关系?因为宝卷的讲唱,它也可以涉及到这个图像的展现 可是这种圣像的功能跟刚才我们所看的 因为现在如果参照历史的史料和现在所能调查到的现代宝卷表演 我们就知道宝卷演唱也会用一些佛像 但是它没有叙事的内容 它只是为了制造这种神圣道场的环境而挂在墙上 这个有明代文献的证据 例如说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散语叫道人 这个道人它也是宣念那个金刚经科义 然后里面也提到它用的那些佛像 这是现代的那个常书那边宝卷的演唱 然后这是在现代的那个公寓里面做的佛会 那墙上也是要挂这个佛像 这是给国人做的灵兽的发挥 所以超度老人也要宣宝卷 但是那个时候宝卷的题材的不同 它讲到地藏,墓廉,师王 所以他们所用的那个佛像也是地藏 地藏的像 这个钥匙保证的内容 也有一些特色 我觉得是跟那个女性的有关系的 因为它它基础是佛教大藏经历的那个要是如来本院的经历 但是里面增加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些曲牌 这是传统的这个很经典的宝卷的这个文字的形式 另外有无神老母真空家乡还有那个西武内丹的这个内容 这是特殊的角牌的内容 但是里面有一些东西一定是能吸引女性的信徒 例如说其中一个法院就是那个药师的一个法院 他说信徒从女生回转问男生。 这个木可本比较重要,因为它能证明什么? 家定皇帝他比较偏道教,所以他实际上是限制国教的功能。 但是当时他内功的,后功与他们还是继续他们的那个佛教的活动。 他们是不是了解这不是主流佛教的文本? 这个也是非常大的问题。我现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实际上最可能他们还是把这些教派当作了一个特殊佛教的形式。 现在对那个武威教的理解,就是田海教授。 他的看法是武威教实际上做一种特殊的,他说是世俗佛教运动。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如果我们看当时的资料,包括那些小说和戏曲里面提到的那些信仰相关的活动。 我们也能看到他基本上以佛教的名义来支持和推广这些东西。 其中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是西大成教。 有很多学生写过。 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因此我现在没有找到很明显的有那个工廷那边人物。 采与的他的那个保障看课过程。 但是他这个是个尼古安那边发展的教派,也是以无声劳务信仰为主。 并且当时的一个尼古,他得到了贵族的支持。 可是他住的这个佛斯堡名字,他本来跟明代的后宫有关系。 所以他那边印的宝圈也很漂亮。 有趣的是他那个信仰系统也蛮复杂。 所以里面也有很多民间的这个流行的神,包括二郎,还有那个泰山娘娘。 这些都有相关的宝卷。 并且他的那个故事性非常强的。 最后的一个例子是弘扬教。 宝阳教导的一个十六世纪末流入宫廷。 并且他的创始人和太湖的所谓的飘高组。 他也不得到了当时宫廷太监的支持。 因为里面有一个序,那边提到几位比较重要的太监。 实际上一开始他先投了那个乃兹府。 乃兹府是那个皇帝乃兹妈的地方。 正式的名字叫什么李渊。 但是乃兹府跟太监也有关系。 所以这里提到的三个所谓的护法。 是宫廷太监。 他们是谁知道到现在学着才是正路。 因为相关的看法有几种,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虽然现在很难证明 具体哪些太监和那些贵族支持他。 但是他还是享受他们的支持。 然后他的宝券也是五部宝券。 很可能是在内经厂看课的。 目前还保存了不少, 当时在内经厂看课的。 虽然他没有证明, 没有明显的提及能证明。 是内经厂看课的。 但是看他的看课特点, 还是这个可能性很大的。 他的这个保障形式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这个宗教系统包容性特别大。 所以里面也出现三教祖一期的这个说法图。 不只有佛教说法。 另外,他也是有连续型的这个插图。 文本里面也出现这些插图。 跟那个明初木莲宝券抄本。 很相似。 只是这一次就是反换。 木刻本。 所以他当然不认为他是黑白的, 不是彩色的。 所以那就是简单的揭露。 我今天想了。 我表达的这个内容是。 早期的宝券抄本。 课本是早和明代公庭。 有关系的。 然后从这些宝券的那个变化。 内容形式的变化。 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信仰的变形。 所以一开始, 基本上是比较主流的佛教的内容。 后来那些出现了特殊的教派。 并且他们也流入工程。 保证文本。 有不少的那个使用方法。 因为这些漂亮的插图本。 它可能不只是做了江川的笔本。 也可以做独立。 宝券作为广家后宫的文化环境一部分。 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这阶层。 生活方式和精神学习的信息。 在某程度上补充有关的历史记载。 所以这里也涉及到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所谓的宝券。 那个宝券, 他们一般学者认为, 一般定为民间文学。 但是早期的这些宝券, 我们能把它们称为民间文学吗? 因为它是流传在比较高的那个社会层次。 当然是大夫, 他们不太可能能接受这些东西。 但是有其他的那些人群, 其中包括妇女啊, 还有妇与家庭的妇女。 太监。 然后还有军人。 他们还是因为他们的特殊的这个文化背景, 信仰背景。 他们比较重视佛教。 也重视这个宝券。 而这个宝券的讲场形式, 这个俗文学形式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 因为就是在理解方面, 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那我今天就报告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以及言计。 我先问一个问题。 看它里面彩色的这个插图, 不同时期吧。 那有看到它是用手绘的还是用反印印刷的? 都是手绘的。 都是手绘的。 甚至那个课本里面, 很明显他们是加进去的手绘。 那它里面的文字的部分有没有彩色的? 就是它有没有套不同的色块去印。 好像没有。 所以它就是原本都还是黑白的印刷。 然后彩色的部分都是用手绘的。 对。 这个早期的像那个慕莲宝传的草本, 它里面有一些装饰, 那个叫尾花。 这个佛经里也会有。 那些是彩色的, 但是那个是草本。 对。 木刻本, 彩色的草土比较少。 我所见的木刻本的彩色插图, 就是那个药匙佛的那个宝卷。 但是它那个文字当然是黑白的。 因为是木刻本, 就是里面加了那个一些文字。 但是一般只出现在这个龙海上面。 就在那个开篇的那个字。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它在反应的部分, 它都能够套不同的颜色, 但很明显它一定是非常精致的, 非常昂贵的这样的, 非常富裕的家庭, 它有办法去做。 那如果它是彩绘的话, 我觉得也许没有到那样的, 就可能还是有一个差别。 那我们会说, 这样的东西它可能需要, 有相当财富条件的人才能够去做。 可是其实在宗教的那些信徒里头, 他们是业意把它的钱拿出来奉献, 可是不代表它本身一定是那么样的富裕。 它很可能是透过集资, 大家一起出钱的方式来达到, 做出这么精美的版本。 所以我觉得这个潜力假设可能还可以再讨论。 对, 这个可能也有律师的变先的过程。 因为这个当时也有一些学者, 他们对照了那个最早的那些保障, 那个木刻本的信息, 就是基本上是体系的东西。 到了18、19世纪, 那些木刻本那边的资料, 就能够看出来这个变化。 原来一般是个人专资的。 因为我这里提到的那个是公妃啊, 还有那个公主, 太监, 他们自助, 坎坷。 但是到后期, 出现了很多人 一起自助, 看过这个保障, 这个过程。 所以, 但是问题是很多, 木刻本根本没有这种体系, 所以就很难知道。 而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 因为可能有一些这些比较高层的人, 是他们不太愿意露出自己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 特别是弘扬教的那个, 所谓的内清场的版本。 那些, 他们可能还是比较谨慎,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个, 教派的那个特殊的信仰。 不一定能受到那个皇权的同意。 那些小问题。 刚才看到, 白洛斯米兰, 我们介绍木连宝卷, 1373年, 1440年, 到后面到15世纪, 给我们看很多类似的图像, 特别是, 木连他如何救他的母亲, 他母亲变成狗, 投胎成为狗, 他去找到母亲救回来。 就是这些图像呢, 其实, 因为先前我们看尹翠琪, 香港那个, 他是香港的, 香港中文大学的尹翠琪, 他是用图像学来做研究。 那因为同一个主题, 他会不断的出现, 因为这是非常关键的主题, 所以相关的图像绘画, 也会一直重复这样的主题。 但是在图像上面呢, 他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或者更动, 那图像学本身就是要去看那个icon, icon的意义, 他后面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看起来主题一样都会出现, 但是其实他年代不同, 或者环境不同, 他绘画的方式逐步不同, 那绘画的方式就表现, 就是他的主题, 就是他叙述的方式, 对, 我不知道这一方面, 是不是你的论文里面有提到。 我有专门的一篇论文, 是讨论那个木莲的图像历史, 但是问题是, 有关的图像还是比较少, 并且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图像还是很不够, 并且它很明显是不同形式, 就是今天我们你们看的那个日本那边, 在美金的那个穷刊本, 但是板块, 然后这个宝券, 早期的那个宝券里面是彩色的长图, 后来有叫像那个室王图, 那边也会出现这个心结, 但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 还是资料比较少的, 所以做对照也不太方便的。 可能可以从艺术史的材料去找, 它不一定是宝券的绘画, 也不一定是宗教绘画, 它可能就只是一般的。 但是很少, 木连的这个, 木连故事的那个图像, 一般都是在宗教绘画的发展, 也不管是在中国, 在朝鲜, 日本也是, 因为日本人流行这个地域指导图, 那边也有这个木连究竟的图像, 但是这个对这个问题, 好像以前也有人提到过, 有没有比较世俗化的知识, 在民间为主, 但是好像没有, 例如说年画, 我们上次在圣别的宝开了, 那个年画有关的回忆, 那香山的这个故事, 在年画能找到, 木连有关的年画, 我目前还没有找到。 再来又是, 女史征途, 顾凯枝的女史征途。 对。 我觉得, 女史征途是, 男性, 或者说, 父家长, 希望女人做什么, 对。 但是, 在宝卷里面, 我看到的是, 女人希望自己可以被超度, 可以被救度, 反而, 就是, 是不是在宝卷里面, 女人被规范的那个重点, 重点是不一样的, 女史征途, 它是要规范女人, 但是宝卷里面是, 女性要从规范里面解放出来, 要被超度, 或者说, 自己要去寻求, transcend。 对, 但是, 这个宝卷, 大部分的宝卷, 是有什么, 应该还是有男性, 写的。 所以, 这个, 有关这些, 传统的文献, 很难, 很难说, 它能, 真的能代表, 女性, 她们本身的这个愿望。 这是不同文化, 各国文化里面,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 我们现在所能看的, 女性的那些形象, 女性的理想, 大部分都是由男性之障。 对, 而且, 我觉得你提到, 这个, 呃, 保障的资料, 这方面的特征,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一些保障, 我们知道, 就是有, 有, 你故邪的保障。 然后, 它很明显, 可能能代表, 比较不同的, 不同的看法。 所以, 这个也是受到, 这个, 男性, 我觉得, 也受到, 男性的影响。 因为, 宗教的那些领导, 像, 那些领导。 是吗? 是吗? 在他们, 那个, 大部分还是男性。 所以, 然后, 有不少研究, 之处, 呃, 所谓的那些, 民间面的教派那边, 女性的身份, 应该比较高。 是因为, 他们, 他们主要的, 呃, 生理是我生老母, 是女性。 但是, 这种研究, 就由我所了解, 他们, 实际上, 没有达到, 它们所想, 呃, 能证明, 这个民间教派, 呃, 呃、 给女性, 提供了, 这种精神的, 那个解放, 能提高, 提拔他们, 的那个位置。 呃, 这种题目,可以讲这种相关的一个资料是非常少的 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以看到在导卷的编转过程或者形成的过程 女性的参与者,或者说她可能是某一个位阶的师父 什么奶奶级的,一个大奶奶级的,大姥姥级的对这些导卷的制作过程或者生产过程的影响 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可能看得到? 就是班式资助的,他们会出现他们的体积会出现的名字 但是这种也比较少 另外就是那个规源,她自己变转的导卷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很无形 好像西大圣教是那个规源 对,就是我说的就是那个,是宝明寺那边发展的那个草牌 但是相关的质量还是相对少 那边有什么问题 中文系的 再看 就是说,因为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概是讲比较少明代之前的状况 提到一点点 然后你也提到说北原有一个宝卷 对,我想 我想知道就是说在元代的宫廷,有没有这种的文化 如果它在明代一开始就有,好像就有这样的 宫廷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东西 不知道元代的时候宫廷有没有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是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越南的联储 那他们的宫廷里头 因为那看起来 显然是好像中国输出到越南的嘛 对对对 越南自己没有知道 但是如果说它越南是怎么样 为什么有这个需求 还是宫廷里头也有这样的 因为女性后宫的希望 所以秉进这种东西 我想这个是很有趣 因为 因为它跟 那等于是民间跟 跟上层社会的交定在后宫的地方 因为我当初来听这个演讲说 我不晓得你是会从这边切入啦 我以为是 很多就是说 很多是被 好像是 收集民间资料这样收进来 藏在故宫博物院这样 结果没想到它是一个 一个在运作的东西 就是好像有点生活化的 对对对 我是没有想到这样 但是所以我就说 因为 这些王后 她们常常都是民间的嘛 她们在进入宫廷之前 都是民间的人嘛 所以她是有这个需求 她把这个需求带进去 对对 所以她不全然是 我不全然 我不认为她大概是上层的 可是因为她这个需求是民间的嘛 她只是因为她这个人进入到 宫廷之后 所以在宫廷当中 培养出这种 比较精致的 版本的文后 我同意 对 我同意你的看法 但是 她们也对 这个 有一个 相关的说法很多 也有人说太监 也是实际上非常低层的人 但是现在有新的一些研究 虽然资料不多 但是人生民太监也有教育 并且她们的 她们的 她们的 还是有受到 传统的一些教育 但是她们就是有一些文化特点 比如说这些佛教信仰 然后就对 他们对这个民间教育 还有信息 也有这种 这种来往 呃 真的就是有关 对 越南的这个 版本很有趣 因为就是 这是我所能 我所 目前所看到的 唯一的 呃 那个时代 呃 从中国 黄帝 又流传到 相邻国家的一个保障版本 并且 她 很受到 那个 当 越南那个黄庭的重视 离朝 离朝 对 因为她有 今天没有时间讲 她有预志的一个序文 是从 真的是 从 这个 皇帝的角度上来写的 因为她那边也有 正 这个 好像只有 中国皇帝 可以用正 越南 越南 皇帝也用正 可能 从中国教度 这是为法的时候 因为就是 就是有一个 一个皇帝 但是 那个 越南的当时 他们认为 比较独立的 是 宝卷 跟 它的文化背景 是什么 据我了解 它就是 听对观音信仰 很兴盛 那个时候 女性的观音 在越南 变成非常重要 但是 基本上是从 中国传播的 所以 有 南海观音的像 很可能先是 那个佛像 传播到越南 但是 后来 那个相关的故事 也传到那边 然后这个故事 第一是小说 由南海的那个 南海观音 那个 初世修行的 那个小说 这个小说的 那个内容 跟宝卷很相似 这个小说 应该是在 宝卷 基础上 写的 对 对 另外就是那个 宝卷 所以 越南目前 没有其他 其他宝卷版本 就是那个香川宝卷 对 就是 他后来的宝卷 都没有在越南 发现 比如说 比较具有教派色彩的 在越南没有 基本没有 我当时去了越南 看到了一个 有关罗教的 那个罗祖的 但是非常小 一段本子 基本上是描述 他的这个 biography 他的实传 对 但是 我在越南 所看到的 宝卷 就是 中国的那个 宝卷 基本是跟观音信仰有关系 比较早期的 还是比较早期的 晚期的也有 也有先天道的 有先天道的 宝卷 也流入到 但是那个应该是很晚 那个已经到 清末的时候 有一个 对 一般都是女性修行的故事 以观音的那个妙善公主 故事为主 有几种 在越南有几种版本 其他的我没见过 不知道 可能没有保存 这个很难说 因为 越南的资料也有这种问题 可能保存的 不是特别悬 但是他去他们的那边 学者的那个历史史料的考证 也没有找到 很明显 特别是早期的 这种有关 民间教派 有关 到那边的资料 后期的就很多 像那个先天道 还有那个德教 什么 德教在整个东南亚很 很流氓 对 但是就是 还有很多种 那个像台湾流行夫人 在越南也有这种 团队也不少 他们他们 但是他们主要制造的是膳食 就不能说是包卷本 那些很多 文化还是 就是说 我觉得还是跟观音很有关系 对 以观音为重心 对 那像 对 日本可能就是 我觉得好像比较多的是 纯粹的收藏 对 在社会上 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意思吗 对 感觉好像没有 没有这么早的 反正他们那边收藏的宝券 应该都是到二十岁地区 日本人在中国到那边收集的宝券 像那个 则田瑞穗老师 他收藏很多 其中也有西大拳脚的那个 课本 做得非常漂亮 就是一定是 这个是上层的那些人 是 自主的 现在藏在 早稻田大学 但是这个 历史上有这方面的往来 很难说 应该就是没有 因为那边 我当时去了日本也要找那个妙善公主的故事的记载 有时有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的观音讲观的故事 还是跟那个妙善没有没有大关系 基本也是从中国 传播到日本 但是早期的 是唐宋时期的 而妙善公主的牧师 他出现的那个年代是宋代 但是他流行到全国的那个范围 一起传到国外 恐怕就到云代才有 这样的现象 所以这个有各种的这个文化背景 有云代的公体 文化牛 对这个问题是很有趣 你刚才提到那位香港学者 好像他们有几位都做这个道经的 这个宫廷道经 和佛经的整个 枪本研究 和木刻本 实际上好像有历史记载 就是元宫里也有道教的经典的枪本 但是我跟王交团的时候 他们说没有保存起来 所以当时他们看到 因为我那个时候 在佛丹也讲过那个 专门讲过那个 木连的那个草本 他们也觉得很新奇 因为这个草本能证明 元宫里已经有这些东西 已经是一个保存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还是符合那个当时的文化背景 比较偏佛教性的 对 但是道经也有 可是现在他们所研究的资料 大部分是日本那边藏的 明代工庭的造金 原代的三个 对 原代 对 我到现在没看到 可能没有保存 就是没有保存下来 对 对 因为其实功德有好几种 例如就是 你刚刚提到比较多 就是说资助画家 对 去造这个景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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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超景 这可能会更 更需要更有一些文化背景的影响 可以经由超景做这个功德 然后对 之前那个故宫的展览 嗯 就是他的那些藏 就是元代的藏经 对 也是皇室自助的 但他就是印很漂亮的经 嗯嗯嗯 大藏经 不是超本 对 可能认为他比较正统吧 男性的也觉得比较正统 女性的真的是 对 不想到后宫跟太监是怎么样的 另外一种贡献佛教的文化 就比较不清楚 清代也是这样 就是说 皇室都是赞助 坎坷 对 然后就拟击 对 对 那我就比较元代 就感觉是更空白的 嗯 对元代可能是资料保存的比较少 嗯 但是基本上到历代 我们就能看到他们也 用超本的这个形式 也有木刻的那个形式入创 连续也不 刚才没提到那个内经厂 可能印这些东西 也可能是比较偷偷印的 对 像那个教派的保障 但是另外他也在其他的那个城市里的铺子也印了 就像那个钥匙或那个宝卷 它那个提及提到一个市里的铺子那边 可能就是可以拖他们的命 对 你刚才提到说 对 宫廷内经厂印的金 对 和城市的铺子里面自己 民间自己印的金 对 那因为我们知道宫廷印的金 它会有个皇帝的匾额 然后皇帝万岁万万岁这样子 要彰显正统的那个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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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裤子里面也一样会印这个点吗 有吗 也会印的 所以那是可以被允许 因为像那个罗亲的 罗亲的五位教 是吗 他 就这个传说 说皇帝允许他印那些佛经 并且允许他印那个龙牌 你觉得这个龙牌 还有 就是台湾的那个 台湾的摘教的那个摘堂里面 还有这个叫 护身吧 是吗 我就提了那个说法 我忘了 但是说是清朝 好像是清朝康熙皇帝 给他们的许可 但是明显是假的 因为这世上没有这些提提 而是相反的 我们有离布的那个 那个order 就是离布的那个 公报 是禁止 在任何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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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影 柯影的那个铺子 因罗亲的 不流测 这个倒是有 嗯 到清朝呢更不用说 清朝很很很很严肃的 去抵这些 脚牌的 东西 但是 我觉得这个龙牌是非常重要 因为一开始应该还是宫廷文化 宫廷那边做的桥本 已经出现了什么明初的时候 但是后来民间教派他们要模仿 那个形式 一方面是模仿佛道经典的这些 这些 版本的形式 嗯 嗯 然后当时也有 也有 已经有保障用的这些龙牌 为了 保护自己的这个 这个 团体 看起来好像是真 嗯 嗯 有许可 但是这个没有证据 只是个传说 只是我 那个 维武教那边 那部的一个传说 我们一直追求这个合法的身份 是吗 对 所以通过这种 这种形式 他也是 表示他的这种追求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 是吗 年轻时代 文教一直没有得到 合法的那个 身份 那是高正宏教授 中文系 还有做 宗教文学 还有到校 对他给你研究 有 我问有两个问题 请讲 欸 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保障前面 他会有那个 图像 就是印那些身后的图像 那些图像 跟他之后的内容 有没有关系 或者就是说 您有没有具体去分析这些图像里面 包括了哪些神奇 他们印字这些图像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明代宫廷里面的太监还有宫女 除了会康科 木连宝券之外 那还有康科 他们还会康科 或者宣其他哪方面类型的宝券 因为 木连救母是一个很显著的故事 她又跟女性是有关系的 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资料 像那个皇后她也有注印 王民观的经 那或者就是他们 所提到的一些宝券里面 似乎也不全然 都只是木连的 那不知道其他 他们比较常宣券的 有哪些类型 有那个 我刚才给你们看的 那个静当静刻义那边的提及 有16个文本 那其中就像那个 香山宝就是观音的那个故事 还有 广世女 女性修行的这种故事 还有王文宝卷 因为有的 我们 虽然 问题是没有保存 当时一定的这些版本没有保存下来 但是因为这个内容在后期的宝券也出现 所以我们就是知道它就是个故事 然后我也是跟虞性的这个信心 和信仰有关系的 所以不只有木连 不只有木连 不只有木连 那有像道教类型的宝券吗 因为像道三一 真的很难 很难做这种分类 因为他那个 这个宗教背景是非常复杂 我觉得我们针对这种资料 不能分得很清楚 什么是佛教 什么是道教 当然 这些有特殊的民间教派 因为他们有的记得名字 所以这个比较明显是一个特殊的宗教 但是像西大城教那些信仰 他们也改变传说故事 有那个二郎宝券 有泰山娘娘宝券 也有其他的 也有其他的 但是就是有那个管帝 有管帝宝券 都是在那个 那个教派 框架里出现的故事 这个实际上很有趣 他们对这些故事也做了一些改变 对我的一个兴趣就在于就是说 如果说他是一个女性的乐听者 那像他听二郎宝券 就是这一类 比较是男性神奇的故事 他们想要听到的内容 或者他们期待在这个宝券里面 可以听到什么东西 您的看法是 反正 反正 这个故事 女性不一定只要听女性的故事 那个像二郎的故事 是 在中国的这个 俗文学里是非常有名的 包括那个西游记 啊 这种 这种小说 所以这个题材是 有各种各样的 也当然也受到一定的道教的影响 还有你的这种民间信仰 像那个泰山娘娘 或管理的这个故事 比如说 我们如果看金平梅那边 引用的什么 宝券 那个非常有趣的 他那边 不只有这个宝券的名字 还有一部分内容 也包括在里面 那边有 那个 五祖黄梅宝券 这个跟女性的关系 也不是很 不是很直接的 对 就是她 她也讲到她的家庭生活 那另一个问题是 那个图像 跟那个保障内容 对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刚才我跟云翰的那个 开始的那个部分 开篇的那个部分 很多图像 实际上是跟正文的内容 关系不到 因为她这是个神像 我的看法是 她是跟那个挂像 有关系的 因为宣券的这个场合 它是一种道场 它是一种宗教的那个仪式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会挂那些神像 这些开篇的那个神像 也有类似的功能 它就是 基本上 不是以叙事为目的 而是制造这个神圣的 这个环境 对 就 木莲宝券 那个抄本 是比较特殊 因为它那些 插图有叙事的功能 然后 然后 洪阳教的 那个 木经 也 也比较特殊 因为它每个品 就是每个章节 前面 都有一张图 跟这个有关系 很密切 真是 那个 图和文像结合的 这种形式 但是这是 比较少见的 基本上 大部分 在正文里 也没有什么 图 就是前面有 那些 佛像 后面 有 那个 后面有 伟托的 就是库法的一个像 但是 这个 通过 田野调查 我们也可以 了解 这些神像 有什么用 因为有的地方 包括 甘肃 还有江苏 有专门的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 一种 可以放在桌子上 一般也叫龙牌 而且上 里面也会包括 那个龙牌 就是 那个 给皇帝祝寿的 这些文字 然后里面也有 某 佛道教的神像 然后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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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姚包 姚包永無是輕裝的 我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對宣卷的那個表演形式比較有點疑問 就是說在明代的宮廷裡面是 宮女來宣戴劍來宣 那如果上程比如說皇后或者是這些 他也有信仰人 他會加入宣卷這個行列嗎 還是他宣卷作為一種閱讀的文本 還是他是他也會採取這個宣卷的意思 我們連內法徵導演沒有知道 然後另外就是說那個無錫線形的那個宣卷的那個儀式 我看起來就是 像剛老師你剛剛講的那個道教這個部分 我一直覺得宣卷會不會作為一種表演形式 然後其實在線形的那個通教場域裡面也被拿來使用 就像剛剛講的那個金剛消失可以 就像是可以在現行台灣民間佛教裡面還大量的被使用 那而且有一些就是我們認為那種正統佛教 就是佛教寺院他們也會做這個儀式 但他們不承認他們這是一種宣卷的行為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佛教經典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就是說那個 像道教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一直認為有像中部一代的道教也有那種渡人經兌卷 那我覺得這種做法也是跟宣卷很像 所以因為那個白刀柱你剛剛一直認為宣卷 我聽起來感覺你認為宣卷會比較 把他跟佛道教有一種區隔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在某個層面上他是 但是也許不是宣卷影響佛道教 也許不是宣卷影響佛道教 也許可能是佛道教比較宣卷 對,可能納入佛道教的儀式 這個是很可能 但是其實我們沒有資料能證明這一點 但是通過現在的這個田野調查 我們知道寶券會納入這些佛道教的儀式 在台灣實際上也有 因為摘堂他們也會念這個金剛禁科藝 但是金剛禁科藝它是比較例外的 它跟其他寶券都太一樣 那它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它實際上是對這個金剛禁的解釋 而它沒有特殊的這種 序式的那個內容 一般的寶券包括那個明清時代的教派的寶券 他們不會對佛經進行解釋 這是比較特殊的一個文本 但是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資料 就像那個金剛禁的詞畫 還有《平遙傳》那邊的描述 能知道這個宣券是一個特殊的儀式 一般當時那個小說裡描述的是尼古宣券 當然它是做了這個拜佛的法會的一部分 但是問題是在公廷他們怎麼做 我們就沒法知道 因為只有這些文本 都抽下來相關的這個環境的資料 我們就沒法 現在所目前都沒法看到的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最後再提問 真的是我覺得要把握最後幾位 那我提了兩個小問題 因為我們不一定很懂得 所以我問了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就是 剛剛提到說 關於那個有一些上層的探科者 他可能會怕說被統治者發現說他在支持這個 所以他就不敢把他自己扭上去 對 可是我理會是說 這個有這麼大的效果嗎 就是真的不會被發現說是誰 他去追查的話 不會發現說到底是哪一些人在支持這個 堪科的活動嗎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太監在這個信仰的群體裡面 是不是比較小的一個部分 因為像裡面講到說很多這種寶卷類型 是跟女性修行比較相關 那太監如果剛剛講到說 他們可能會比較堪哥 像妙善公主那類型的那個故事的話 可能是跟他們自己身體的那個缺損 要有那個有關 對 那我就會疑問說 那其他類型的寶卷故事的話 就像剛剛老師講到說 關於他們是要超渡自己的家人那個部分 那關於他們自身的話 那其他類型的寶卷 對他們有什麼樣的信仰上面的效果 我大概是這樣 謝謝 對 就是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於民意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比較重要 問題是明代末期 對那些教派比較寬容的 雖然那個李股不斷地發布那些禁止 坦克保障的這些公告 但是實際上 因為現在這麼保存的這些文本的情況 我們可以知道 他們應該沒有很徹底 進行這個禁止的這個政策 但是一到了康熙 那個順治康熙年就到了清朝的那個時候 他們採取非常嚴厲的這個措施 要趨遞民間教派 因為這個從那個公案內源檔案的那個資料 我們就可以可以看出 他們當時呃 要逮捕很多公廷的太監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姓的一個紅羊教 所以這個我們要考慮到明末和清除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明末可能這樣 他偷偷地去印這些東西 他可能也不是因為 對 覺得不會 不會對他們做的這種 叫做這個 investigation 那個叫追追查什麼 對 但是到了清代實際上他們很多是受害了 因為這個 對 然後另一個問題是 對 太監 太監 呃 在 在這個寶卷一定是能找到精神的一個支持 因為他很多就像那個紅羊教的寶卷 他只要是一券善為主 然後另外就是修行 所以他不只是 我我所提到的那個早期的事 有女性修行的故事 但是實際上他 呃 呃 不至限於那個女性修行 如果我們看紅羊教的那些經典 他基本上是呃 宣傳了就是那個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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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教派都会用这个观念来吸引信众 不是在中国,像在俄罗斯也是,现在在俄罗斯正好宗教复兴 很多所谓的教会,他们实际上宣传的内容就是让信徒 他们就是Promise,就是给信徒能提供这种超度,他们的父母的服务 因为像苏联就没有做这些仪式,现在要补充 然后做自己修行的超度,自己的祖先 就像这些跟中国的这些佛教的那些经典,还有民间教派的经典是非常相似的 这个对太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太监是古后 所以他们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 所以他当时为什么太监跟佛教有这么重要的关系? 因为他以后埋葬也要在佛寺里埋葬 然后这个佛寺好像就是做超度他们那个王虎林还有他们祖先的一个宗教场所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经济原因 反正就是台湾的游文学者是专门做这个太监跟佛教信仰的关系的研究 关系的非常好 非常谢谢白教授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演讲跟对答 谢谢李大 希望有机会你能够再过来跟我们多交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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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